在西兰呢 一个三年工签的一个厨师 在西兰干了一个月就回国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前两天直播的时候遇到了这位厨师的朋友 讲了讲他的经历 他在国内呢是拍饭店的 也算当上是中上水平 意识无忧了 可能是为了出于孩子考虑 然后有一个更好的一个 学习环境嘛 可能没准备去西兰工作 所以就办了这个厨师的三年工作签证 当时的工资呢是27块7毛6 然后孩子可以上学到18岁之前都可以 对厨师呢每周是工作60个小时 税后工资拿到900纽币 那也就是说他20个小时是没有拿到工资的 然后就问这个老板 老板说你问中介你就知道了 具体情况不是特别了解 只是简单的陈述一下事实 每天工作从早上的11点半到晚上的10点半 中间呢应该有半个小时吃饭时间 结果呢他吃了十多分钟 还没有吃完就让他干活了 更有甚者呢这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 然后这个工作强度是手是一直不会停的 就是这么工作强度 特别特别累 你要是停下来老板会安排你其他的工作 基本上你歇的时间是很少很少 这种每天工作的强度基本上就把人累趴下来 其实呢跟我们建筑基本上差不多 工作强度也是特别大 一天十多个小时 基本上也是不停的状态 除了中午吃饭的时间 忙忙碌碌 碌碌无为啊 每天呢没有思考的时间 基本呢可以算到上是行尸走肉了 也许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 可以思考一些关于人生的东西 只能说呢为了生存 习惯了而已 经历了人生百态 看官了人情冷漠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吗 大家对这种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反驳 好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拜了个拜